是去旁邊的 受刑人 你來的什麼 無形果能滿臉失血 被浮上了救護車送醫 二十七號他在檸檬園 和受刑人圖駿尾扭打 對方搶了他的車頭椅 七歲的無形果能被打到處院 臉上胸口都是錯傷 逃逸的圖駿尾 隨即遭到警方發布通緝 他在獄中編號三七七二 四十歲一百六十五公分 國中畢業 圖駿尾的犯案紀錄 就從一百零六年七月開始 陸陸續續犯下了多起切案 一百零七年一月 他偷臺貨車 結果撞傷了一名女騎士 圖駿尾當時離開 去家藥時因為身上沒錢 九百多塊根本沒付 再度落跑 當天就犯下了肇事逃影 過失傷害和詐欺 再加上先前的切刀案 累計一共九起案件 被判刑了六年十一個月 圖駿尾過去常在屏東高雄出沒 也一度傳出 他搶了車之後 就往高雄移動 現在可能又回到了屏東 警方展開追捕 要儘快把他給抓回來 三立新聞 朱俊傑 邱上陽 何振鋒 屏東報導 差不多三四個月吧 平均三四個月就 就聽到一次 時不時就聽說 有受刑人逃獄 社會觀察家透露 屏東監獄從早期 看管就非常鬆散 最有名的案例二零一五年就曾爆出十大槍擊藥犯林峰德 在屏東監獄服刑期間 用改造的藍白拖夾帶手機 打電話跟女朋友聊天 多達六十通電話 還不只偷渡一支違禁品 爆料受刑人進到監獄能跟監索人員一起打牌 甚至還會輸到得跟受刑人借錢 對於管理失職的指控矯正屬回應 屏東監獄介護科長曾被受刑人毆打 就是因為管理嚴格 且若有管理員勾結受刑人的具體指控 都會嚴格來查辦絕不寬待 只是監獄管理大不易 有人犯逃脫 都會被外界放大檢視 三日新聞 郭宇軒 省外台北 採訪報導